我放給我,然後我會反映這樣一個樣子 然後我把,然後那一個是 我是先看到一個聯合報的報道 然後,它其實寫的很簡單 它沒有把這個活動的最原始的初衷講 它就是講說 為了讓小朋友認識西流環境 然後希望可以認識那個花嘴鴨這樣一個生活 然後把這個主義價值 那但是它其實新聞一開始 它是說為了趕搭這一股小鴨的蜂巢 從這小鴨的蜂巢 所以台北市政府辦了一個這樣的活動 但是這個活動其實已經辦了十年 事實上我其實我一開始 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活動 然後我是看到那個新聞之後 我把它轉貼 然後轉貼在Facebook上面 然後我就寫說 名為寶玉的塑膠災難這樣子 然後下面當然就很多人就說 怎麼會這樣子辦活動 就是說也都沒有打到起來 但是然後我有個朋友回問之後才知道 其實這個活動 真正的初衷 不只有這樣子 它其實是會回收那個塑膠的牙子 那而且最終的目的 它是希望在這時間當中 讓我們小朋友能夠逐漸觀察到 水質的素質 它的營養 它的污染或是不是有變好 但它這些都沒有提 它只是洽脫區回去中間 然後還跟黃色小鴨的蜂巢 來做一個 就是攪拌在一起 那我覺得其實這記者 並沒有很忠實的 把這件事情報導完 那我不曉得你覺得這件事情 怎麼看 所以 這就是各位的功用 我一直覺得說 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在早期 在那些所謂媒體壟斷的古代 就是 你大概你的訊息 只能透過泡子電視來的時候 記者是很全能 然後他好像神一樣的說明 可是到現在我必須要講一遍 記者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其實各位才是誰 你懂得沒事嗎 你不要期待你現在在媒體上 你還能看到什麼 你還能看到什麼 有兩種 一種是記者本身的 工作的限制 所謂限制 我跟你講搞不好 那一篇文章其實他給 他給編輯是四千字 他從歷史到那個什麼 到他的問題到他的什麼 他都寫了 可是到彈出來 只有你看了 三百字 因為版面的問題 因為失蹤 去頭去尾就是什麼 只有沒有那一段 所以你看到說 哇你怎麼寫這麼錢 可是人家在記者那什麼東西 只要寫四千字 那第二個 我很講一句實在話 那個字的人 從頭到尾只有寫四十個字 因為他什麼都不懂 然後 你說做事兩百字 他可能有四十個字 一百六十字可能是人家 發公關告 發那個公關告給他 然後自己這樣抄一抄 敲頭敲尾接起來 兩百字 我跟你講 就是說現在媒體裡面 存在這兩樣的 有人很有 很想要做一些事 他也懂 然後問題是 整個上面 你這東西不會有收視意義 你這東西這麼爛的 心路你幫你 對不對 你這麼爛的心理還想給我 放這麼多 自己塞一張 交兩百字出來就好 然後另外一種是怎樣 根本膿袋空空 他什麼也寫不出來 所以我一直在講 為什麼說大家要來這邊住 其實不用 與其你一直在討論那些記者怎麼樣 其實你們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所謂 傳聞者 不要再記者 你們就是一個很好的傳聞者 你自己的觀察 你就可以寫吧 你就可以寫啊 你為什麼要 我不知道你 搞不好你是讀什麼 跨工的 搞不好你是讀什麼 你看的東西比自己的還深 你為什麼不寫 對 你或許說 我寫的只有二十根點閱 不一定 因為現在這樣的所謂這種資訊 傳播很快的年代 我跟你講很多記者 他想要找一些參考和抄的東西 你很快就會被他搜尋到 這邊可以參考 那 不缺德的 根據某某某網友來講 這個事情其實不一樣的幹法 那缺德一點就是 完全把你們一直沒有 就變成是他自己有錢 可是不管是缺不缺德 你的東西也被走 也被承諾出去 所以我意思是說其實大家 我意思是說其實 當你坐在這邊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考慮 外面是在蓋什麼事情 反正這幾十年沒幹太多好事 其實你們反而是訓練自己的能力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一個網絡 就像我上次講的 不管是一個人 或者是形成一個網絡 其實你們可以辦法去 散播那些消息 對啊 你看你說你在飛車這股必消息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到 可是平常講一句話 現在連我自己看一些東西 都已經變得很少 有啊我手機上 有那個現在可以去看黑幅 有時候一些東西 開車的時候看 看一節 大概到 如果中午看完大概到晚上 也不會有太多新的東西出來 那就一直在輪播嘛 其實你去看 是不是 頂多每個小時頂多一兩則 新的新聞加進去去 火車一直在輪播啊 那反而你在看什麼 大意見小意見 大訊息小運氣 都在這邊流傳 這個才是真正的 那個訊息活潑的地方 那只是現在比較可不定 就是說 願意寫得越來越少 其實好的文章 我都會看 不要說我請你們都會看 可是有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懶 或者因為怎樣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大家要幹一件事 就是說 你真的看好的文章 就給人家讚一下 因為 那個寫人才會覺得 我還是有個看 是不是 部落格 我不知道有沒有流量統計 或者說下面有留言 你看到好文章 你也把人家寫 喔 獲益兩多四個字也不錯 就是說 那個 我們不是說feedback 就是說 回饋你要怎麼出去嘛 就是說 很多人真的很熱情 在寫很多事情 他也在貢獻他自己的專長 他自己的觀察 那縱使他們 他或許不是說那麼有名 可是他真的寫一個好故事 就給人家一些回饋 他會繼續寫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不要管那些記者 就是我們自己這些 所謂網路世界這些內部 大家建立一個循環 你怎麼知道說 對啊 那什麼茉莉花 可能搞不好就這樣站站站出來 本來一個是寫說 我很不爽 廣場被站 我決定要去抗議 然後一個站兩個站 三個站四個站 1985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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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永遠想不到會發生什麼 而且這樣的事情其實 越來越不是說 一定要靠著媒體去發報 那今天媒體還在講說 929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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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街 929在網路上裡面窮摸 對啊 他今天開始寫了 那他也開始寫了 對 我只能講說 媒體一爆之後 政府就嚇到了 那你去講一下 是政府嚇到媒體 政府對媒體已經講到 不是啊 是媒體對網路已經講到 那網路是誰 是大家啊 為什麼政府不會對網路有講到 因為政府的 政府的那些 我們這樣講啊 政府現在平均的官員 年紀都在50歲以上 他們還不知道網路會議在哪 然後 那個地址條的 在三四個歲以下 他知道 可是他跟他講太不詳細 沒有啦 我想說第一個是 對於接觸的能力有差距 然後第二個 的確不能 我不能說 全盤去推翻掉大眾媒體 在這整個社會上 因為網路全部幾百幾千 好 請多強一點的 比如說上萬 那種更強的二十萬 他不會寫這種東西 很像很不利的 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 站或什麼什麼 什麼 那叫什麼 粉絲啊 都是二十萬三十萬 可是他根本不會幫你來 轉這些抗力的事情 那你只能靠這些 我們大家互相對 對 對 不想再轉來轉去以外 那 你網路 你目前來講的 能量幾百幾千 好一點的 你就代導演 比如說他上三萬 那電視不是啊 電視一出去 他要十二三十萬 他還是有他的 他的影響力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在網路上 你的火辣程度 不會比你人嘴差 可是問題是 沒人看見 可是那個 這種怪每天晚上就 九點到 看誰在罵 我罵得很兇 所以這事大條 我們不能否認 電視還是有他的威力 就像你講 他還是有 他會造成一個政府的壓力 可是我必須要講 在這個時代 其實我講給你很難聽 那些民嘴在講的東西 你去看 很多東西就是網路上的 是不是還有那個 最有名真的保潔那個 那個那個 還有人拿著對 你知道嗎 在講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是 是